搞笑藝人馬國畢 經常在綜藝節目 帶給觀眾歡笑 但是他也常常上了 社會新聞的版面 結婚前兩天 傳出在車上燒炭 而婚後又傳出 遷讀了美國職棒 而欠下了5000萬的債務 事業跟婚姻是兩頭空 而這幾年為了要還債 馬國畢是改頭換面 而兼差開了Uber的司機 而且還到Deed的飲料店 來幫忙 只要有機會 就到處的接戲打工 希望有機會 再把老婆娶回來 和女兒一家團圓 你要盯住 這還能起嗎 還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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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在鏡頭前 帶給觀眾歡樂的馬國畢 剛出道時身形還瘦瘦的 他本名叫鄭聖元 他錄演藝圈之前 是許孝順的助理 因為外景節目臨時缺演員 站在大咖主持人後面 幫忙助陣 戲棚下待久了 終於也站上檯面 馬國畢這個名字 還是師父胡瓜取的 說曹蘭有個妹妹叫曹陵 那我說馬國畢 如果跟曹陵能搭檔的話 就幫他取個名叫 一個曹陵 一個馬國畢 你看多好聽 對啊 那怎麼唸 曹陵馬國畢 我也 我就很開心 就打電話回去給我媽 我說媽 瓜哥幫我取藝名 他說怎麼那麼好 瓜哥是綜藝天王 還幫你取藝名叫什麼 我說叫馬國畢 他會很納悶說為什麼叫馬國畢 我說就是媽咪 媽媽就說 是有點諧音的罵人的意思 有了A咖的瓜哥和順哥提拔 馬國畢在綜藝外景節目 越來越紅 從紅白勝利到百戰百勝 從不知心的臨時工 到固定班底 還插其戲劇 爸 你別擔心 我知道楊格他把錢 都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裡面沒有多少錢 所以我想他不會走太久的 不要快回來吧 這邊請 在大醫院小醫師 群世戲份吃重的公子哥 但9個月只拍13集 基於出名賺錢的馬國畢 仍舊積心於綜藝節目 我其實喜歡走綜藝 我喜歡搞笑 我喜歡看到別人開心 我喜歡讓別人開心 馬國畢的舊架請你哄哄哄 花妹要非常光励 要非常棒 要被拉招 小心 馬國畢就是有這樣的本事 看起來討喜 讓人忍不住想笑 一張諧星臉 看似即將飛黃騰達 卻栽在自己喜愛的美國職棒 就因為對棒球 有球評般精準的眼光 跟著沉淪於職棒賭博 一邊錄節目 一邊簽賭 賭債越積越多 最後終於爆發 有被打嗎 沒有 完全沒有 異常誤會 那是有欠多少錢嗎 沒有 沒有欠那麼錢 我跟他們不認識 謝謝 慢慢從可能賭500塊 然後慢慢賭1000塊 那自己也貪心 就覺得說 每個禮拜我都在贏錢 每一場球我都在贏錢 真好 貪年出來的時候 就開始賭大了嘛 那賭大的時候 就當然不是每一場球 都是看著這麼的精準 對 球是原的 所以就開始有會輸錢了 我賭一場球我可能會 賭的金額可以下到 大概200萬左右 那時候真的是完全沒有心思 在任何的工作上 工作還是會做 但是那個就真的是 只要現場一喊咖 可能要換個鏡頭 然後可能要換個遊戲 我可能就是電話拿著 就走到我旁邊去 現在幾比幾了 現在要投手換誰 換誰在打了 我都可以 可以很 可以透過電話裡面 我就知道說 可能換了誰 哪個投手了 或換幾分 幾比幾了 我就大概知道說 我今天是輸還是贏 我總偷偷輸了大概四五千萬 沒事 沒事 真的沒有欠那麼的錢 也沒有被他們打 然後因為你真的完全不認識 在家裡不會哭 我會開車的時候哭 就自己也能開車的時候 新聞爆發出來那一陣子 是真的就是 因為我說我不想待在家裡 我常常車開了 然後停了 紅綠燈了 那個紅燈 然後綠燈亮的時候 我突然不知道說 我現在要直走 還是要右轉 還是要左轉 我是沒有方向的 我想要好 我想要抗 我想要追求一個沒人的所在 真想要好 真想要抗 真想我一款心拍 沒出過路也塞 不僅自己無法面對高額賭債 身旁的妻子也無法承受壓力 其實馬國畢的婚禮曾經登上 娛樂加社會新聞版面 因為婚禮前兩天 好朋友為他辦了單身派對 手機不小心直播現況 讓電話一頭的 未婚妻氣炸了 竟然演變成燒車的親身新聞 搞笑藝人馬國畢原定9月9號 要和懷孕3月的女友結婚 竟然在婚前買了木炭火腫和烤肉架 吞下安眠藥企圖在車內燒炭 我只記得說我吃了兩顆 好像自己還是醒了 但是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我是真的到了隔一天的早上 醒來說我怎麼在家裡 就是有一段的時間 那個記憶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他們就有人說 我在車上燒洗衣帖 在車上燒什麼結婚照 什麼什麼什麼 但我講真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即使鬧出大新聞 馬國畢還是不期於 懷孕的謝依純進行婚禮 但婚姻沒有長長久久 三年後爆發美國職棒遷毒案 馬國畢也以離婚收場 與寶貝女兒小湯圓分隔兩地 後來在節目中談到小女兒 還度痛哭流涕 九位 我目前是一個不盡責的爸爸 短時間之內把所有在乎還完 希望你還能再給我一個機會 我希望給你們一個完整的家庭 有一個剪不斷的這個緣分是 他是小孩的媽媽 我是小孩的爸爸 那當然現在我們沒有辦法說什麼 什麼等我們啊 什麼之類的 他好的對象其實應該很多 對 那這個感情東西 我就覺得說先我不敢去想他 但是維持好就是跟女兒的關係 就是我盡力去做 那我當然會想要說 有一天我把他再全部還完了 那到時候再看他的 這個狀況是如何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會盡全力的想要把他 然後再續這一段感情 再續這一段感情 再續一段感情 再續一段感情 我的國旗 小孩的時候 我如果拔到 媽媽會牽著我的手 跟我說 人家靠 趕快要走 大汗之後我才知道 人生並不是這麼順利 這次我賣國靠 我一定會就飛起來 簽賭美國職棒新聞爆發後 外界也才知道 馬國畢已經離婚 當初靠交情借錢給他的朋友 發現原來馬國畢 竟然是借錢去簽賭 不僅債權人蜂擁而至 研議通告也頓時銷身立即 為了償還債務 開始持項全能的兼差人生 你好 我是馬國畢 很高興為你服務 笑容滿面 親切的問候 藝人馬國畢為了償還巨額賭債 兼差當起了Uber司機 果汁店是弟弟所開 因為馬國畢欠弟弟還有上百萬 所以只要一有空 就會到店裡幫忙 而不少民眾都認出了馬國畢 還會偷偷拍照 阿姨 阿伯就是說 你喔 我真的不會想 怎麼會去玩那個 怎麼樣 好啦 這樣改過就好了 就是 不是折罵 就是加油 當全世界都知道 你欠債上千萬 生活變得很緊張 馬國畢絲毫不敢停頓 拼命找工作機會 兼差開Uber 到弟弟的飲料店幫忙 上直銷公司講座 不管表演還是婚禮主持 後檔時甚至也接高空彈跳教練 我現在要從這邊跳回台灣 5 4 3 2 1 台灣人真的是蠻可愛的 對 應該大家都知道我的狀況 然後他就說你怎麼也來 你不要想不開 什麼之類的 然後給我們加油 反正已經是人生谷底 只要認真想奮起 怎麼做都只會往上爬 朋友知道他沒有錢還債 海嘯說要把利息換成人形看板 以前是真的就是 我說活在當下 就是現在不只是珍惜當下 現在是真的蠻珍惜 每一個工作機會 對 然後會想要在 任何的一個工作機會上面 都有所表現讓別人看到 演藝事業風光時 酒肉朋友一週最五天 現在欠償極止 一心只想做個更認真的諧星 就算只是小配角 也要全力扮演 說真的 拜託 你餐一下 你去 我去 我不要 去啦 戲劇告一段落 回到自己的真實人生 馬國畢決定 花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人徒步去環島 不帶錢 不搭車 不喝酒 給自己最孤獨的時間 靠雙腳反省未來的人生 讓自己沉澱一下 但或許這1400多公里的路 可能也會讓我 有更多時間反省和懺悔 那也想要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接下來的每一步該怎麼去做 演藝圈打滾20年 曾經賺錢榮麗花錢如流水 卻也跌倒失婚欠債五千萬 現在的馬國畢依舊 笑臉名人 但笑臉背後的他更加堵定 要把握每個機會 帶給觀眾更多的歡笑